斯坦摩洛他之前做大医王 治疗一切众生的病 不求名利 他只会怜悯众生 可是病人非常非常的多 他要完全救助 利有未待 那么忧念一切众生 可是力不从心 懊恼而死 因为他这样的善因缘 就生到道立天上 如果说在道立天想天福 要很久很久 这个福报想尽 可是他要利益众生的心 非常真切 他自己思维 我现在自己生在天上 只是自己想福报 对众生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就自己以方便 自取虐身 舍这个天兽 舍天兽 这里埋下一个伏笔 他舍天兽不是马上到人这边来 他先转生当龙的太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折 这是满下一个伏笔 因为他先当龙的太子 到时候他会回龙宫去跟龙王要如意保诸 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当龙太子 其身长大 父母爱重 自己又不希望享受龙宫的生活 自己就跑到金蛇鸟王那边 鸟就吃龙子 所以龙太子就舍命了 龙王跟他的母亲 龙的母亲当然是嚎啕大哭 非常懊恼 龙子死了以后 就转生 成为人 那是大过往的太子 名为能师 能师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角 能师菩萨 或者大师菩萨 这在大致论提了很多次 那这位能师菩萨 他生下来就能够说话 就告诉旁边的人 说现在这个国中 因为他是太子 这个国中有什么东西 通通拿来 我要拿来布施给大众 刚生下来不久 也不是要找妈妈喝奶 竟然是要人家拿东西来 他就要布施给别人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赵妈在背 舍之走 看到这个怪人 好像飞一样 但是他的母亲 母亲毕竟不一样 毕竟是你所生的小孩 总是特别 敏爱的 独自守之 这个太子就告诉他的母亲 我也不是罗刹鬼 那大家为什么怕我走掉呢 我只不过是因为我之前的宿命 一直以来我都是喜欢布施 我愿意作为一切人的施主 施主不是说我只有护子谁 我只有护子谁 但是护子一切人 母亲听到太子 能吃菩萨的话 就说我原来是这样子 告诉其他人 其他人就回来了 母亲就好好把他抚养长大 自己有的东西 通通拿去布施给别人 又到父王那边 父王就古王 当然东西比较多 他又去跟父王要 那来布施给众生 但是贫穷的人很多 男人物低人贫穷辛苦 他再怎么样 财务 想要布施 可是财务永远不够 他就在那边啼哭 就问大家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财务充足 满一些众生的愿 结果就有 那个奇数长者 年长的老前辈 他说 我曾经听说 有一种叫如意宝珠 如果能够得到 这个如意宝珠 那随你的心愿 你想要什么 都能够得到 随你的心愿 菩萨听到这个话以后 就告诉他的父母亲 他想要入大海 就融往头上的如意宝珠 原来刚刚为什么不直接到那边身为人 就是埋下这个伏笔 跟这个龙王结下这个缘 现在要回去要这个如意宝珠 那 国王跟王后父母就说了 我知道你这个儿子心肝宝贝 如果你入大海 这个很多危险 那一旦没有命的话 那我们还用火吗 你不要去吧 我们现在很多出产东西的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东西 你要就给你吧 太子就说啊 那个宝藏很有限啊 可是我的心意无穷啊 我想要拿种种的财物呢 来满一切众生的愿 希望你们允许我 能够满我的愿 我要让一切的众生能够充足 父亲知道他的志向非常伟大 也无法制止 那只好让他去吧 这时候有五百个商人 因为能师菩萨他的福德很大 大家都很乐意跟着他去取报 但是从后面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半途而废 中间拿了一些宝物就回去了 没有像能师菩萨 克服种种困难 去求如意宝珠 他们虽然热水种 但是只是一半而已 那么知道菩萨什么时候要出发 大家就集合在这个海盗口 要跟着大家一起去 能师菩萨之前就听说 龙王头上有如意宝珠 就问大家谁知道这个路 能够到龙宫的路 这时候有一个盲人叫做陀舍 他曾经七次入大海中 对于海陆 他非常的熟悉 能师菩萨就邀请他一起同行 那这个盲人陀舍他就说我年纪已经大了 而且我两目失明了 我虽然去过七次 去过很多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去了 菩萨就跟他说 我这次去不是为了自己求宝物 我是为了一切众生 我想要求得如意宝珠 令众生无所缺乏 等于是先以预勾迁 但是不是这样就好 他还要预令入佛制 以这个宝物让众生没有缺乏 我还要以道法因缘来度好他们 这个才是重点 那你是有智慧的人 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呢 如果说我的愿望能够成就 那你有很大的功劳 就这个盲人陀舍 听到菩萨这样的话 非常有道理 很信任同意 要跟他去 那就告诉菩萨 我现在跟你一起入大海 可是我不能够全身保住性命而回 那希望你能够将我的尸体 放在大海之中 有一个金沙咒上面 菩萨当然会答应 各方面准备好了 那就断第七绳 根据兰木头教授的诸解 就是他们要出发的时候 每天砍断一条绳 最后第七绳砍断以后 船就及时而去 那么到有很多宝的一个小路地上 其他的随从 这些商人 大家就争相地取这个七宝 各个满足 他们就问菩萨 你为什么不取这个七宝 菩萨说 我所要的是如意宝珠 这些七宝都是有净之物 我不需要 那你们如果要 那希望你们能够知足 知量 不要这个宝物 拉得太多 船不堪负荷 到时候沉下去 自己也没办法脱身 这时候重商人就告诉菩萨说 大德 请你为我祝愿 让我得安稳 这个时候就要分道扬镳了 他们自己拿到宝物 就自己要委屈了 下面比较危险的这些商人 就不再跟菩萨走了 所以菩萨要做一个 有意义伟大的事业 这个祝愿很重要 但是难能可贵 剩下的只有这个陀舍 这个盲人跟着这个菩萨而已 菩萨就跟菩萨说 他们要走 那就把物回去 就让他们走吧 我们另外准备一条船 那就跟他们分手 那么等到风七天以后 我们这个船会靠近海的南岸 那个地方有一个危险的地方 会有绝癌 枣林枝都会覆盖 都会被水覆盖 那大风 那风会非常的大 会吹船 船会被打坏 翻覆 这时候 你要抓住这个枣汁 可以自救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看不见 那这个关我过不了 我大概就会在这死掉 不过过过了这个狭隘的岸 会有一个金沙舟 那请你把我的尸体 放在这个金沙舟上面 金沙是清净 那是我所愿 菩萨就如陀舍的话 风道 道道的决案 完全都如陀舍所说的这样子 菩萨就抓住这个枣汁 就没有被淹死 那安置了陀舍的尸体 在金沙 金沙地上 金沙舟上 剩下就只好一个人了 那么在深水中 腹部沉沉七天 然后再来水淹到咽喉高度的时候 它又走了七天 水淹到腰走了七天 水淹到膝盖走七天 最后在泥中走七天 看到很多的好莲花 自己思维 这个莲花非常的软 非常微脆 这时候它入虚空三昧 自己身就很轻 就在莲花上面走了七天 又看到很多的毒舌 毒舌很恐怖 那怎么对峙呢 就入慈心三昧 那这个毒舌也都举起头来 让这个菩萨踏过去 过了这个毒舌之后 又有七重的宝城 又七重壕沟 那壕沟里面都有很多的毒舌 而且有大龙守门 这个守门的龙 可以看到这菩萨 形貌庄严 能够度过重重的险难 竟然能够到这个地方 心里想 这个一定不是反复 一定是菩萨大功德人 那么就开放 就让他自己直接入宫 龙王夫妇 因为龙太子被人鸟吃了 死掉了 还在那边哀气 结果看到菩萨来 龙王妇有神通 知道能师太子 是他之前往生的龙太子 杨乳汁自然就流出来 就问他说 你是我的孩子 你命中之后生在什么地方 菩萨也自己知道自己的宿命 知道龙王 龙父 龙王妇就是他前生的父母 就跟母亲说 他转身为人当太子 怜悯贫穷的人 既然困苦不得自在 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要龙王 父王上面的如意宝珠 他的母亲就说 你父王头上的如意宝珠 这个非常难得 他可能不会马上答应 他大概会带着你 到种种放宝藏的地方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这时候 你应该这样回答 其他的种种宝物 我不需要 我只有要一样 就是父王头上的如意宝珠 如果你怜悯我的话 那请你给我 要很坚定这样子 能士菩萨就照着母亲的指示 菩萨就说 我从远的地方来 就是只需要这个如意宝珠 我不需要其他东西 龙王就跟他讲 我只有这么一个宝珠 常为首饰 阴护第一人 他们这样福德浅薄 没有那个福德来见这个宝珠 能士菩萨就说 我这样远色 艰辛 貌似原来 我其实就是为了这些阴护第一人 因为他们福德浅薄 有贫鉴 所以我希望用这个如意宝珠 来救济他们满他们的愿 然后用佛道姻缘来度报他 龙王也爱惜自己的太子 这孩子 就看他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这边 就答应他 给他珠 但是跟他有个约定 我现在这个如意宝珠给你 那你如果过世的话 这个珠要还给我 答应 静如王言 这有个静字 菩萨得珠以后 很快的就回到人间来 那仁王父母看到孩子平安回来 就非常欢喜 就拥抱他 说你得到什么东西呢 他说我已经拿到如意宝珠了 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衣角里 为什么那么小 菩萨就说 你不要看他小 再起神德不再大也 这个讲得很好 那仁师菩萨就告诉他父母 你叫城中的内外 大家把这个城中内外 打扫干净烧香 那大家持栽受戒 那么菩萨就立下誓愿 若我当成佛道 盗托一切者 那么这个如意宝珠 希望如我的意愿 能够出一切宝物 谁大家所需要 都能够具备 完全没有缺乏 那因为他的愿很真切 如意宝珠 真的就能够出现一切宝物 就因云普遍降下种种的宝物 衣服饮食 获菊汤药 随着大家所需要的一切具足 乃至命尽 长而不绝 那举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说菩萨布施 那很精进冒着生死 去求这个如意宝珠 这就是布施 而生精进波罗蜜 那个孔属 这就是布施 那是就能够出现的 到了 这就是布施 那是布施 从那里 是因为 金属 当主要是 就能够出现的 布施 然后 到边 冷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